爹 你怎么来了 我去工地了 经过这里看看你们 工地 这次你们把胡锋的毒给解了 叶家药厂才有重建的希望 我的女儿真是好样的 爹 这您可说错了 胡锋的解药呢 是沐星辰制作的 所以说我们只是帮他打个下手 再说了 沐星辰他是深藏不漏 对吧 深藏不漏 没有这回事 主要是云长和天瑶药配的好 药配好 我冲起量就是个打下手的工人 现在像你这样 医疏医德兼备的好医生 真的难得 对了 等我们药厂建好以后 有没有兴趣留下来帮忙啊 研制新药 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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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是留下来 就是我们一家的一份子了 快快 赶快答应 快答应啊 能治药救人 当然是好的 但是我离家多日 得回去一趟 叶老爷的心意 心里了 云儿 来 你一定要帮爹把他留下来 我看星辰这个孩子 踏实可靠 医术不凡 难得的人才啊 小妈都要把我嫁出去 我哪还有脸留人家呀 这还不简单 爹帮你解决掉 还是爹最好 爹你放心吧 没有我的吩咐 收医敢回去啊 收医敢回去啊 收医 收医 老爷 叶会长来了 好 秋实兄 大家光临有事远迎啊 来 请坐 好好 请请请 枕天 快出来 枕天 岳父大人 有事远迎啊 其实我今天来 是想说一下我们两家的事情 秋实兄有话直说 需要置办什么彩礼啊 我们都答应 其实 其实呢 我就直说吧 其实你们都知道 于儿从小就性情顽劣 不爱受管束 现在年纪尚小 我觉得不太适合谈婚论嫁 所以今天来希望闲职能 另选良缘 不要耽误了终身大事 你是来退婚的 对对对 都要怪我夫人 也不事先跟我商量一下 那这些都是她收下的聘礼 今日如数奉还 我就先告辞了 是 您 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